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22 2005年的Paper 2第18條的MC 事不宜遲,先看看題目 它說在圖裏顯示了一個直立的三角柱體 就是Right Triangular Pism 它就說叫你Find the Volume of Pism 就是找一下這個柱體的體積,就是整個東西 好了,事不宜遲,拿張單看紙出來再說 由於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 我按了按鈕,基本上圖都出來了 我還放大一點,大家清晰一點 事不宜遲,那就來了 其實我看這圖,所有資料都給你 所以可以直接出答案 我一來都不跟它寫那麼多廢話 一開播,我就寫一個required volume 我會怎樣計算呢? 中文就叫做所需的體積 好了,就是甚麼呢? 你給我,我就會把這個表面 這個三個型的面積先計算 即是哪個呢? 我不如塗了它,讓你舒服一點 就是這個,橙色部分計算了它 小時候我也學過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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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兩條邊,就是 3 和 6 都給了你 這兩條邊就夾著 60 度角 所以換句話來講,夠資料 就是兩條邊夾著一隻角 所以就是 2 分之 1 個 AB 就是兩條邊,就是 3, 6 就是 Size 角度 C 角度就是 60 度 所以其實在這裏,你可以用 2 分 1 AB Size C 計算面積出來 橙色的面積 這就是一個橙色的面積 讓你容易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就給你一個 Colour 讓你容易跟著我 好嗎? 不會迷失了,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就是橙色的部分 我計算三個人的面積 行不行? 嘩,我覺得可以 好一點 好,好一點 好了,再製成什麼呢? 你讓我再做下去,再製成一個高 當然這個高就是這個粉紅色筆 高就是這個 你幻想一下 畫好一點 你幻想一下,如果我把這個 橙色的平面 整塊,沿著粉紅色線 平排地推下去 垂直地推下去 其實你會發現 是不是壓了體積出來 所以只要你把它乘回8cm 對嗎?推了8cm 對嗎? 所以你就可以出到 整個Folium是多少 這裏還給你 讓你舒服一點 這個就是8 OK?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在這裏 再算下去的情況下 希望你看到 現在6,3,1,18 18再乘二分 一隻除二,18除二 即是舊 所以在這裏我會寫9 好了 之後這個Size 60度 Special angle 特殊角 如果你背了的話 你就會知道 它是開方筋3 超過二 有些感冒 那 聲音都拆拆地 不好意思 開方筋3 超過二 所以你會聽得出 我的聲音好像有點變了 其實不是換了人 只是感冒 好了 再乘8 照寫 最後其實基本上都要按機 是吧 或者不用按都看到 8 over 2 所以二四余八 剩下4 94 是36 所以其實最後答案就是 36 留一個開方筋3 這個答案都很漂亮 不用按開方筋3 用計數機 OK? 所以最後答案 這個就是36 開方筋3 就 CM Crypt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36 開方筋3 CM Crypt 有了 正確答案當然就是C 好了 那 看看今天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到這裡了 OK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